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老公已经准备了露营的帐篷 赏月的望远镜什么的 他都准备好了 但是香港最近常常下雨 而且是雷雨的那种 又什么暴雨的警告 所以还是怕很多蚊子 雨后很多蚊子 还有加上香港也有这个灯隔热嘛 所以我觉得今年还是不要好了 可能因为已经买了东西了嘛 所以就要在家里camping 在家里摆放这个帐篷 应该也有另外一种风味吧 提到Kelly快将生日 他就透露儿子们早已送他礼物咯 他们已经送我礼物了 就自己画了一些图给我咯 那还是平平淡淡的过 就是一家人吃饭 然后吃个蛋糕 拍拍照这样 他知道应该要有表示 其实他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要等那个电话推出 他会买最新的电话这样 至于讲到好友黎明 公开女儿正面照 Kelly也搭在很可爱啊 Leon的baby 有 很可爱 像一个包子 他的皮肤 这个BB的皮肤 我觉得跟Leon的皮肤是一样的 色 色调是一样的 就是很白的 北方人的白 然后里面有一点透红的那种 好躲哦 像捏他一样 捏 而刚刚过了生日的张志玲又怎样庆祝呢 我刚刚过了生日 就是跟家人一块吃饭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庆祝 我觉得跟家人一起 而且大家都平安快乐 我就觉得是最好的礼物 如果真的是 严格来说 他应该是送了我一个钱包 那就 我也刚刚是需要的 所以 我觉得很喜欢 我觉得是一种回汇 所以我也有包了 好高兴哦 对 辅出是有回报的 香港报导